所以去健身房的都是上流社會的人 這到底是 健身房現在的收費 是非常便宜的 像館長的健身房 一天33塊錢 今天買了起廖老大的飲料 就可以去健身房 所以意思就是說 喝廖老大的飲料 也是上流社會的人嘛 今天 你老公在外面工作 你喝廖老大的飲料 你是在喝啥XXX 你老公在外面辛辛苦苦的工作 你喝什麼料老大 你媽媽早去買一杯 珍珠奶茶 你回來拍好戲 啊怎麼了 我今天外面做事做幾天的 是 你喝XXX的珍珠奶茶 一杯珍珠奶茶多少錢 50塊 我XXXX的 過來 他到底落人 XXXXXXX 全省現在只要六都 大家都在建國民運動中心 所以 國民運動中心 也是健身房的一種 一個小時50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去國民運動中心的人 也都是上流社會 也都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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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寡婦 都是yll小媽媽 都是很多媽媽 我過了說 accents 你又 欸怎麼啦 paying 那你十分喔 什麼十分 你們hole 你們 себя運動 诶餚總你們不覺得這樣 我們跟 говорят 你們 cash 做事就可以這樣一個操作 你結婚了嗎 我也結婚了 不守負道 賤女人 下山爛 賤女人 怎麼拍 這樣 Всё 一個小時50塊 你們 Todos在外面do 你要這樣 Ronald 那遛哪大 那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運動管理系以及休閒管理系 或是體專這樣的學校 都可以關起來 什麼什麼什麼 會去健身房的人都是想要裝上流 健身它就是一個 運動健康的地方 它的消費非常便宜 現在講難聽一點 台灣任何人 只要你有正常上班人絕對都負擔得起 絕對都負擔得起 絕對都負擔得起 武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也上這句話我們再來看能多久 我本來是說到年底啦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啦 但是好像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啦 說實在話 我蠻佩服無料老大 只是 沒有我蠻佩服的 因為如果你說今天阿館 要有五百個人來跟阿館加盟 我也沒這個能力阿 我跟各位講 加盟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加盟前面要砸的錢 真的要 我就講啦 我花半年時間砸一百多萬 後來我還是收起來不做 就前面因為還不夠 因為你要找到 你總公司體制你要讓人家加盟喔 你光那個督導跟那個老師 你要請那個老師 為何要請 你就要請好幾個 然後你要先在那邊弄一陣子 要心事要照顧嘛 你可能 前面要燒個三四百萬 或者是五六百萬 然後你才可以做加盟體系 然後又需要時間 你今天你有名氣嘛 那今天有名氣 做事就很好做了 它是一個免費的廣告 它是一個很快的廣告 因為你有名你就不用花 上千萬的廣告費 去做企業的行銷 但是 今天你當一個網紅 這些人 就像聊天室這些人阿 會買我產品的人 他們就是你的 粉絲嘛 那粉絲牽扯到錢 就很複雜了 你說 賣東西 或是說 廣告東西 是每個網紅都會做的 這個 這個不會有人講話 但是如果你要 跟粉絲 一起做生意 那就要非常非常的 說清楚 講明白 因為 賺到錢喔 就是 事情就會複雜化 就像這件事情一樣 非常複雜 粉絲就會變仇人 就好像他提我的 他講到我吧 他說 館長阿 年輕易阿 丟丟妹阿 都沒有我紅阿 那時候 是什麼時候阿 三個月前阿 館長這張嘴喔 真的還蠻準的啦 大家記不記得 三個月前吧 我也唱這句嗎 我們再來看人多久 我本來是說到年底阿 我本來是以為到年底阿 但是 好像 好像也沒有到年底阿 然後 我們說到年底阿 那時候 我會看你 我會看你 你笑的